HELLO 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介紹PowerPoint的第二個全新且改進的 錄製投影片的放映 那在2021的錄製教學投影片就更精彩囉 來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裡深入了解的地方按滑鼠右鍵 可以點選在新分頁中開啟連結 就會跳到這裡來 那跳到這裡主要是要跟大家講什麼呢 這裡還有錄製投影片 那這個呢它可以結合你的音效卡 麥克風喇叭網路攝影機喔 如果你有webcam網路攝影機 那可以把你個人視訊跟你的簡報結合在一起 那這個呢放進來之後還可以調整位置 那這邊呢特別提醒你 他說錄製的標籤完整的標籤 預設PowerPoint 2021是沒有開啟的 你必須透過檔案的選項 在點選自訂功能區 這時候再把錄製核取方塊把它打開來 圖在這裡 那這樣看講義當然不夠清楚 我們錄影片就非常清晰 來我們把簡報開起來 這是我們的PowerPoint 各位看見了嗎 那接下來呢各位看一下喔 這時候怎麼打開它 在檔案的選項 好接下來點選自訂功能區 那各位看一下 我們剛剛點選檔案 講義上面是不是這樣寫 點選檔案最下面的選項 再來自訂功能區 右邊這邊有個繪圖 沒有開喔 打勾表示開 好來捲軸往下拉 下面這裡還有一個什麼 錄製 你必須把它打勾它才會打開的 還有打勾跟打勾 仔細看一下喔 上面這邊呢 等一下就會多兩個標籤 按確定喔 多了個錄製 就是完整的功能在這裡 那繪圖我們前面介紹過對不對 那我們直接看錄製吧 錄製的時候呢 這邊呢 有錄製內容啦 自動播放媒體等等等 好也可以 呃 另存成圖片放映會 會出視訊檔喔 好會出視訊檔 就可以放在YouTube上面去了 那在這裡有兩個按鈕 主要是這兩個按鈕 是從目前投影片開始錄製 或者呢 從頭錄製 那麼在做的時候 其實如果老師如果忘了開呢 其實在投影片放這裡 有提供這兩個功能也一樣 這兩個功能是完全一樣的 好那我們就從 這是從這裡來吧 點選這個 那簡報因為沖閒老師 有兩個螢幕 當我開起來的時候 在右邊的控制螢幕這邊 我點選錄製 321就開始了 那開始的時候呢 好世界環境日 對不對 在右邊的控制的地方 你可以點選畫筆 或者按Ctrl鍵加P 這是快速鍵 好 簡報在播放有些快速鍵 你必須背喔 P就是Pencil 我現在在畫這個重點給他看 對不對 來呢 Ctrl鍵加A 就切換到 Arrow就是箭頭 好就變成滑鼠標 再切換到第二頁 6月5號是世界環境日 那我再點一下喔 我們切換到第三頁 那第三頁的目錄呢 主要主要有三個 世界環境日由來 世界環境問題 還有環保大家來參與等等等 來Ctrl鍵加P 又切換到畫筆了 第一個主題 第二個主題 第三個主題 那這邊跟大家補充一下 PowerPoint的其他支援雙個螢幕 我右邊是簡報的控制項 那左邊各位所看到的是 這個簡報在播放的一個結果 好那我在右邊的按停止了 那停止以後呢 來簡報我們就把它結束掉喔 各位看一下 我剛剛錄製的三個頁面 那簡報在這裡呢 那開始的時候呢 好 聲音都進來了喔 每一頁在這一頁的 每一頁的聲音 而且這個影片 我們是可以調整位置的 如果你簡報做完的時候 所以下次你使用PowerPoint 在錄製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這整個在錄製的時候呢 個人的視訊影片是可以結合在一起的 這是很棒的功能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錄製完成功能 這裡有螢幕錄製有視訊 看見嗎 視訊這個 視訊的結合 這個是音訊的 所以下次在錄製結局畫面的時候呢 這邊呢 它所有功能 那做完以後你可以 匯出這視訊檔 整個投影片就變成影片檔 就可以結合在 上傳到YouTube上去了 好 那我們就介紹到這裡吧